現在我就介紹一下那些歷史 就是一直由我們為什麼說 我們中國五千年文化呢 我現在有些資料來跟大家簡約說一下 由西州開始 西州什麼時候開始呢 是公元前1134年至770年 西州那個朝代就是有360多年 還有東州就是西州之厚 東州就是由公元前的770年至246 一共那個王朝就是有524年那麼久 西州和東州都統治了那麼久 然後就知道秦朝 即秦始皇我們也知道秦朝 那就是東州西州之後就秦朝 秦朝呢就是公元前的246年了 246年至2006了 那麼只有40年而已 秦朝很短命而已 秦二世就沒有了 秦朝大三就是西漢了 就是西漢呢就是由秦朝那裡開始呢 就是二零六 二零六呢 二零六呢也是公元前啊 二零六呢 那麼是至到公元了 公元呢就是我們現在呢 就是公元來講二零一八 但是他在公元前的二零六年 開始的西漢 那就是十二個皇帝 傳了十二個皇帝 就是二百一十四年 統治了首都在長安 那麼其後呢就有這個很短命的那些朝代 王王呢 王王呢就是公元九年至到二十三年 就是十五年了 就是十五年了 還有劉元 劉元呢就是二十三年至到二十五年 只有三年了 那就是到西漢了 西漢呢就是二公元 現在講公元的開始 講公元的 就是二十五年至二百二十年 有十二個皇帝 西漢呢就是統治了一百九十六年 首都在諾陽 那就是曹藝了 曹藝呢就是曹操啦 三國啦 曹藝是二二零年呢 曹藝呢就是五個皇帝 五個皇帝才是四十六年了 那個首都在諾陽 那就是俗漢了 俗漢呢就是二百二十一年至二百六十三年 那就是五個皇帝 統治了四十三年 那些朝廷的短命 那些朝廷那些朝廷 那就是孫吳 那就是二二一至二百零年 四個皇帝 統治了五十九年 那一路一路講下去 就我們不需要讀這麼多了 那一路一路講下去呢 就指到元明清那樣的 清真是清朝啦 那樣指到文國那樣 就是一路講下去那些年代 那我們介一下條數呢 那中國那個封建朝廷呢 就一共是應該是統治了三千多年 一共統治了三千多年 就是一路計下來那些朝代 大大的封建皇帝的朝代 三十三千多年 但是我們中華文化呢 就是五千年了 五千年 就是皇帝那些之前那些呢 就是如果沒有讀歷史呢 就是知道 好像由最初那些 暴落 就是暴落 甚至是 甚至 開頭的人 就是 整一下呢 大家為了 有些力量對付那些野獸啊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就 就 有些人合起來 就組織了一個團體 那樣有力量 那時候開始就是暴落了 暴落呢 那裏有個暴落 那裏有個暴落 去來對付自然惡劣的環境 那樣 整一下呢 那些暴落之間又有戰爭 整一下又有武系的時代 就是 女人是媽媽呢 就 作為領袖 叫做武系時代 因為那時候 那些文化 那些生活的環境在一切 就沒有什麼婚姻的問題 沒有什麼婚姻關係 就是亂這樣 變成出生的兒子 不知道誰是爸爸 所以就只能由媽媽養 所以就形成了沒有 那個女人在很多後代的什麼 就有一個母親是統治權威來的 那些母親就傳給那些母親 有一個時段 幾代就沒有資料了 總之一直這樣計下來 就是有五千年文化 到現在來說是有五千年文化 已經是有五千年文化 所以中國這個又大又古老的國家 那些文化知識是一直這樣積電下來 一直這樣傳下來的 但是我個人來看 我就覺得那時候是很多好的文化 好像我們中國有四大發明 古代來說是印刷術 火藥 紫藍針和造紫 這四樣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對世界都是很有影響的 尤其是發明的紫都傳播文化 是很有功德 很有影響的 至於其他的天文那些什麼 那時候來說就沒有一個教育編制 對地理 歷史 中文 外文 專業那些 地理 天文 什麼都有得學的 以前沒有 只能夠有些個人發展得好 就知道好像以前古代都有一些觀察的天 就知道天文那些東西 天空都知道很多知識 好像農民耕田 常常看天 看天什麼時候就要做插秧 什麼時候完全是農民自己都會看天 就是看慣了 哎呀 今天的東方這麼紅 又有大風 一定是快要打風的了 那什麼都官天 官天這樣 那些農民都很多知識的 所以後來加上一些有學問的人 就將他編成二十四節 就是一年二十四節 那些節就是表明什麼時候 應該做些什麼是適合的 就是這樣 我們中國以農立國 就是最初只能夠靠耕田 這樣養活些人 就沒有什麼科學知識 什麼那些 所以很多農間的知識都很豐富 那些通勝來講 都是看觀察的天 這樣寫成的 是不是 就是二屆那一年 什麼時候是有很多異水 或者乾旱 所以那些通勝 你有沒有看過那些舊的通勝 通勝來講過面 就是有一個叫做春牛 那一隻小童騎子 那年如果是樂意 耳水多 就不知怎樣 象徵樂意 乾旱有個太陽在那裡 就曬了 那個春牛 那個舞童 就流汗了 所以很有趣 最後編程有二十四節 哪個時候應該做些什麼 哪個時候應該做些什麼 對於龍家來講是有利的 那這個二十四節 現在已經入了聯合國的世界非文質文化 即是已經入了聯合國 這種文化已經是記錄在聯合國 還有其他的環境 什麼長城 什麼都入了聯合國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古代那些文化方面 就真的很好 但是對於科學來講 應該是比較不是那麽好 不是那麽 好像外國那麽先進 因為皇帝三千多年統治 他是以什麽學說為依歸呢 是以現在的學說 現在的學說 後期就是春秋那時孔子 即是以孔子的學說去治國 孔子的學說就是中軍愛國的思想 即是對於朝廷中心 但是他的學說有些是很好 即是講孝順要講家庭和睦做起 即是你家庭是社會的縮影來的 就是擴大就是社會國家 他就提出要孝順 中心對朝廷來說要孝順 但是首先由自己的家庭做起 所謂齊家才治國 才平天下 首先要我國家 即是要家庭要整齊 整齊是什麽意思呢 即是要黄默 不要缺留些什麽 或者大家勾心鬥國 他指張要孝順父母 父母就要關愛人類 大家相和下目 使得家庭是很好的 然後你做到家庭好 然後將來你出來社會做事 朝廷做事 你做個榜樣 對家庭好 兒女孝順父母持愛 對朝廷來說就是擴大 擴大所以用這種思想要忠君 即是對皇大要忠心 愛護自己的國家 忠君愛國 這種現在的思想一直傳下來 只是講思想的 所以為什麽一直到後期考科舉 科舉後期發展下來考科舉 考科舉到唐朝那時就最高峰了 最高峰就是做到俊士 考到俊士已經算是高級了 我以前講過是藏元什麽那些 應該發展到後期清朝那時的考藏元 都是用現在的一套思想 好像任師作對 什麽那些來講 都是一種現在的思想學說來統治 但是對於科學上的事是不發達的 即是沒有這樣的專題 專人去研究 教育 只是朋友的個人來講 就有些突出的思想 好像對於天上的官天的學識來講 好像三國時期的孔明 很多戰略上來說 他就是官天之道 即是知道什麽時候有風 什麽時候對誰戰爭有利 好像火燒連環船一樣 因為官天之道 曹操那些軍隊將會連城 即是連環船 即是鎖住了 很多艘船都鎖一起 就等那些浪沒有那麽厲害吹翻那些船 叫做連環船 因為曹操在北方那些人來說 對於水性就不是那麽厲害 就不懂游泳那麽 所以一定那隻船要穩陣來打仗才行 所以他做一些連環船 但是孔明有一次打仗的時候 他知道曹操那些連環船 他就知道天什麼時候有刮大風 所以他就想著 那個時候就去搖起戰爭 即是去火燒連環船 那場赤壁之戰就是這樣打敗了曹操 所以現在只知道少少說一下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中國那些文化上的水平就很高 但科學上的水平就一直落後 就是這個原因了 即是說 黃鄧的統治只是講思想 那種現在的學說 對於科技方面 沒有發展 反而比西方後來 一開始發展 科學上先進過我們中國很多 所以我們中國科技上是落後了 就是這樣的原因 當然到後期 更加是清朝腐敗 什麼時候 將以往 我們中國封建王朝 積累下來的那些資產 什麼呢 清朝後期 什麼都花了 沒了 令人民民不聊心 很淒慘 所以那個年代來說 民國未曾成功革命 在清朝的末年來說 就被大國聯軍入侵 就搞到國家非常之貧窮 人不聊生 很多人為了生存賣資仔 即是自己賣去南洋 去什麼那裏 捱苦工 很多都病死 也有些捱到翻身 見了事業 所以為什麼中國人這麼被人看不起呢 就是因為本來以前 我們同朝什麼時候 當時聖童是很發達的 是去全世界都有名 尤其是唐山頓取經 元莊取經 將中原的文化帶了出去 中原的聲意還原了出去 所以當時唐朝是很繁盛的 別說唐元宗 楊貴妃之後 就一直衰落 之前是很繁盛的 所以一直衰落 就不太好 特別到了清朝的最後 就是最差 最差 人民不聊生 那些中國人好像賤 好像很賤 沒人看得起 因為法國在殖民地的公園寫著 唐人以狗不得入 當我們唐人是狗 但是那些地方是我們的 不過它進來殖民的意思 所以那個年代來說 我們中國人是很沒有地類的 很卑躬屈塞的 因為被清皇朝統治了 因為那些人也沒有尊嚴 也沒有尊嚴 你想想 它要個個個梳條街 流流那個邊 好像一隻豬一樣 跪在那裡 敬皇帝 好像將這些人弄得沒有尊嚴 再加上後期的貧窮 所以世界上很多很多國家都看不起我們中國人 我們直到民國 直到今天來講 我們完全改觀 這個就不是說說什麼政治 是說實際 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大異的經濟體 用了四十年的時間發展 現在是大異的經濟體 但是現在國際上來講 又是很多很多個問題 很多國家是獨棄中國的 這些是另外 它講的才行 不過現在雖然在這裏看 大家都知道 現在中國的國家的國力 國際地位 當然都是史無前例 這些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我就講到這裏看 多謝大家收聽 Jag just講到這裏看 就算一切會 開始燒成的 但這一切都將這裏看中